大家好 這裡是GF科技視角 今天跟大家扯個閒篇 講一講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一件大事 就是清華的李宜舟博士 他自己的人工智能創業之路 折戟沉沙 那麼相信這幾天 大家在社交媒體上都看到過這樣一個圖片 中美人工智能巨頭的比較 左邊 美國的人工智能領域的領軍人物 OpenAI的CEO Sam Altman 右邊 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重要人物 清華工藝美院的博士李宜舟 那麼儘管左邊Sam Altman開始通過OpenAI掙錢了 但是掙的不多 但是右邊的這位李宜舟博士 通過自己開設人工智能的普及教育課 已經掙的盆滿駁滿 他自己在抖音上銷售的每個人的人工智能課 標價199塊錢人民幣賣出去超過20萬套 整個的收入應該是接近4000萬人民幣 就算是按照平台拿30% 他拿70%的話 基本上他的收入也是在2000萬人民幣以上 那麼別人掙不著錢 或者說別人還沒怎麼掙著AI的錢 這個李宜舟博士先掙到了 當然這兩天李宜舟博士的情況不太好 他的課程已經被強制下架了 然後大家都在說 李宜舟頂著清華博士的牌子 其實是一個工藝美術的博士 然後他的課程完全是在割韭菜 另外呢就是李宜舟的在微信平台上的這個微信公眾號也好 相關的這些一些服務內容的這個 包括他自己的APP也好 現在目前也處於被封殺的狀態 所以呢 當然再提一句哈 這些央視也報導了相關的這個事情 大家當然是用一個看熱鬧的態度 在看李宜舟的這個事情後面如何發展 那麼有些朋友就說 你看李宜舟割韭菜現在都驚動了中央級媒體了 那李宜舟要倒霉了 那麼李宜舟這次翻船 到底是不是因為割韭菜翻船呢 我覺得其實不完全是 這個背後呢實際上還隱藏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就是中國的監管部門對於生城市AI服務監管的一些特殊的要求 那麼我們知道去年中國政府 頒布了一系列有關包括深度學習基礎上頭的這個內容生成 包括生城市人工智能的一些相關的監管意見 那麼在去年的8月15號 網信辦正式宣布了生城市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正式生效了 那麼如果我們對照目前李宜舟提供的相關的這個 不管是生城市人工智能的課也好 在這個基礎上他提供的相關的生城市人工智能的這個服務也好 實際上是違反了去年的這個生城市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裡頭的一些關鍵內容 那麼需要提一下哈李宜舟的這個199塊錢的這個課實際上呢這199塊錢還不是大頭 它只是前面的一個影子 當你掏了錢買了他的課之後呢 他還會再給你推薦一個他自己的人工智能服務的Apps 叫做一周智能 你在下載了這個一周智能之後呢 你會發現他免費贈送給你一部分所謂的叫做算力 那麼你可以使用這個算力呢 在一周智能這個Apps上去做各種各樣的生城市人工智能的這個服務的調用 那麼包括生成文字 包括基於文字生成圖片 那麼實際上呢 它的這些功能呢 背後是直接調用OpenAI 以及這個文生圖的 就是通過文字生成圖片的這個Stable Diffusion的這個功能 那麼這個呢 和它的課程bundle在一起 構成了它整個人工智能的這個教學 以及實踐的這樣的一個完整的生態環境 所以這個是目前李一周的這個商業模式 那麼除了它剛開始贈送給這個用戶的一些比較少的算力之外 那麼如果你真的是想大規模的去用 或者說正經八百的想去利用它這個一周智能Apps提供的這些功能的話 基本上你是要望裡充很多錢充值去購買它所謂的算力 然後呢 它會根據這個算力呢 去幫你去生成相應的內容 實際上呢就是套一層殼去調用後面OpenAI 或者是Stable Diffusion的功能 大概生成一張圖是需要可能一萬算力 就它自己的這個算力的標準 當然它也提供這些類似於所謂的這個訂閱的功能 比如說你每個月39塊錢啊或者69塊錢啊 或者是更貴一些的價格 那麼這個套餐每個月它會給你發放一定的算力 不夠的話你還還可以再買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生成是人工智能的這樣的一個調用的二道販子 把海外的生成是人工智能的這個功能開放給國內用戶使用 好了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是直接違反了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裡頭相關的各項規定 違反的規定包括哪些呢 首先第九條 那麼平台就指的是國內的哈 平台向國內用戶提供生成是AI服務的時候呢 必須要登記用戶的真實的生存信息 那麼一周智能這個apps現在顯然是沒有的 基本上就是你交了錢就能上就能用 至於你是真實身份是什麼樣子 你拿這個生成的東西到底用來如何使用 沒有 那麼第十一條 對用戶輸入信息和使用記錄承擔保護義務 並且要記錄用戶使用的各項過程 未來可能會被這個監管部門或者其他國家相應的管理部門要調用 知道用戶在用什麼 那麼我相信一周智能目前也沒有滿足這方面的要求 好 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呢 這個第十六條 基於生成是AI的這個引擎生成的圖片也好 視頻也好 內容必須要提供相應的標識 就是你要把你的這個標識嵌入到圖片或者視頻裡頭 便於被識別 這個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 現在我相信這個一周智能也沒有 因為它直接調用海外的引擎生成的 那麼至於海外引擎會不會生成圖片或者視頻內容相應的標識 這個就很難講了 因為這個內容並不是一周智能自己生成的 除此以外呢 就是第二十條 對境外向境內提供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務 不符合當前的法律法規以及本辦法的網信部門可以採用技術措施或者其他措施 遇以這個封禁或者是做相應的處罰 所以實際上我認為目前李一周的這個相關的這個不管是課程被封了也好 他的相關的微信公眾號以及他的這個抖音的賬號或者是他目前的一周智能apps被封了 那麼這條應該是最關鍵的一條 就是因為他現在實際上已經是通過自己套了一個殼 把境外的生成是人工智能的內容向境內的不特定的用戶直接提供相應的服務 那麼這種情況下網信部門出手把他所有相關的課程服務全部封禁 這個是非常正常的一個舉動 那麼至於在確認他違反了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 那麼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經濟方面的處罰呢 在這個辦法裡頭寫的也比較清楚 第21條如果是違反了本辦法的規定 那麼可以處以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 那麼這個是罰款 我覺得很有可能和沒收違法所得在一起結合使用 那換句話說他之前的這些相關的收入 尤其是基於一周智能Apps的這個銷售算力所獲得的收入 我覺得基本上都會吐出去 這個別想了 你別看他掙了可能幾千萬人民幣流水 但是最終監管部門一出手 你掙的這些錢掙多少 乖乖的全部要吐出來 這個我覺得是大概率實踐 那麼很有可能不光是罰款的問題 如果是違反了這個治安管理相關的規定 需要處以治安管理的處罰 如果是構成犯罪的話 還要承擔刑事責任 至於一周智能的這個Apps 到底有沒有構成犯罪 我覺得可能取決於兩點 第一點就是他到底賣了多少算力 涉及到多少用戶在使用他這個一周智能Apps 如果說這個用戶級別可能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話 那我覺得很有可能就已經構成了犯罪了 因為他牽涉的面非常廣 就好像你打個比方 你自己提供一個VPN的服務 然後這個VPN的實際的付費用戶達到了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這個規模 你覺得你作為一個VPN的開發者 你有沒有構成犯罪 幾乎可以肯定的 這麼大的規模一定是構成犯罪的 所以呢 最終李一周博士有沒有觸犯刑法 那就要看他的用戶數有多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基於之前的這個一周智能Apps 他在向這些他的付費用戶提供服務的時候 到底大家生成了什麼樣的內容 生成了一些關鍵的內容 有沒有牽涉到比如說和政治有關的呀 或者是和一些相關的敏感信息有關的呀 還有可能是跟比如說跟領導人有有關的 那如果說他的一周智能做了一些相關的合規性的檢查 不管是輸入端還是輸出端 他做了合規性的檢查 那可能這方面的問題還小一點 如果說他蘿蔔快樂不洗泥 他基本上沒有做什麼合規性的檢查 又加上有一些有心人去專門去生成一些對於牆內比較敏感的內容 那就很難講了 那這都是最終考慮是否觸犯法律的一個重要的這個基準 所以呢 除了用戶數還有就是過往形成的這些相關的這個生成式AI的這個內容 那麼他自己有沒有相關的流水記錄呢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有的 正常情況下對吧 一個系統在這個做相關的這種 哪怕是只是套一層殼 我相信他都會做相應的這些日治啊 或者是做一些相關的這個數據的保存了 那如果沒存下來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但如果他完整的存下來 並且被這個監管部門 甚至說公安機關發現有一些非法內容 那他這個罪告就大了 很有可能也會變成這個犯罪行為的一個所謂的罪證吧 那麼最終這個李宜舟博士他賣課本身割韭菜實際上不是大問題 你想想牆內各種各樣社交媒體上的這個亂七八糟的課還少嗎 對吧 各種養生的中醫的還有各種奇奇怪怪的玄學的 或者是反正甚至說就有些純粹就是沒什麼內容 但是起到一個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一些課程一樣可以賣賣得很好 對吧 所以呢 這個其實對於監管部門來說 只要你沒有形成巨大的這個輿論影響 其實問題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提供了一個跨越防火牆的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麼對於監管部門來說這個是很serious的事情 相當於你在國內的防火牆上開了一個巨大的洞 而這個洞本身是完全不受監管的 沒有任何相關的註冊備案的這個管理的功能 那變成讓這個生成是提供一個不受監管的這樣一個服務 那有關部門一定會收拾你的 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所以呢 最終如果說大家希望在牆內去創業去找一些和AI相關的這個機會的話 那我勸大家 首先一定要立足於國內的大模型 千萬不要想著去走捷徑 利用國外大模型的一些性能比較好的地方 或者是價格比較便宜的地方 然後想把國外的這些功能引到國內來 除非你特別有關係 你搞得定很多東西 否則的話 別想你就是非法運營 因為你所有的相關的這些大模型的服務 都必須要到這個網信部門要做備案的 甚至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你還要提供相關的這個核心的算法 以及相關的說明 你的海外的這些大模型的服務提供商 是不可能配合你提供這些相關的東西的 換句話說 你依賴於海外的大模型 本身就是站在一個非法提供服務的這樣一個基礎上 你做的越大風險就越大 所以呢 不是國內的大模型 不要亂搞 這是第一 第二呢 你真想掙錢 真想割韭菜 就上課就好了 你可以課吹的天花爛墜 但千萬不要同步提供服務 一旦提供服務 那就是這個 產生的影響就有可能不可控了 對吧 所以呢 你自己心裡要有數 哪些錢能掙 哪些錢不能掙 第三 真的一定要做 或者說用戶 就是看中你提供的服務 才買你的課 一定要掙這個錢 怎麼辦呢 門生大發財 千萬不要在工藝上做 在私藝上自己 偷偷摸摸做一做 可以啦 就是你做成一個小而美的項目 去找出一些真正付費能力強的用戶 但是呢 他本身受一些相關的限制 比如說收自己的知識水平啊 或者是收其他的一些相關的限制 沒有能力直接使用國外的這些大模型的服務 你可以千千大橋去提供相應的服務 但是一定要甄選你的用戶 一定要把你用戶做得精一點 把客單價做得高一點 在私域範圍內運營 千萬不要搞大了 搞大了 就是一個死 所以呢 把李益州博士的慘痛教訓 告訴我們 在國內去希望在AI領域創業的話 還是要非常小心 不要搞得前美正著 把自己的人搭進去了 好 今天就這麼跟大家隨便扯幾句 啊 我們明天再繼續聊 拜拜